对呀,直四身 老爵先打了一个妹妹 回回来了 这个FUI上把手感不是盖的 直接翻到了柔车点 撕血应对 近点人救起来了 这个火 想办法得补你一个吧 老爵喷了一个 只剩花神了 花神坐车脸 没问题 这波支援很快 FUI一人一个头 很均衡 对今天的分数有个平均分的目标 所以一直在想办法这摸一点那摸一点 体外野又撞到别人脸上去了 不过RBS这个点子也是不多 但是落地先掉了一个 十九进点 要顶三个 看看能不能 这想走吗 想什么呢 RBS没有来支援的意思 这边也是经过了短暂的沟通 兄弟能走就走 很倒了 这里应该打不到了吧 哎呀 被烤鱼逮到了 你车呢 车是不是打减了之后被胎给卸了 还有可能 甜美 这啥 这属于过下过下上局的景点吗 鸭屁 就这样 记住海哥就是这样 哈哈哈哈 就是你在这给我喊的nice 对啊 哦还是遭遇了 还是来硬硬顶啊 哇这一波 有关系是人头也没了 博良开了一个人头之后 把Spaceman给击倒 永远和六腰是换了个位置 永远知道六腰在这吗 知道出过枪 刚才倚了一下 永远把这个点爆出去 哦有人在打了 等同权在点 六一很残 没问题 永远出枪 近点在救嘎德韦 嗯 火力支援还是比较到位啊 是的 只剩客头要一个 这个雷 哇 哈哈哈 心好痛 这波 一支血摁住了 福莱默啊 这还在等什么 第一艘船 已经有了主人 已经有了主人 CTG也有船 这把带劲 岛上也有很多队会抢 柯德杨有这个角度 又给把Fly硬秒了 你看他在这个二楼 Fly硬在一楼的那个窗口 对为常了 是的 确实这小伙 哎 这波有点急了 想不想人 夸过头了 不经夸了小伙 可能又有毒奶的成分 4M选岛 那个小岛可能更偏中心 不过这个大岛更安全一点 以4M的性格搞拨大的 搞拨大的 去小岛 对 因为他绕了已经 好的确定了 走兄弟们 不约 三倍镜已经就位 还没动呢 天霸 完了 船下来 游戏体验拉满 船还在 船有点冒烟了 金海老师都整了两个头 哎呦 什么意思 呃 替他感到开心嘛 喊不喊不nice 不过分啊 哎呦 海哥 为自己加油 为自己nice 你看优先于打人 是的 你就冒着烟的船 他肯定要先打船了 哎呦 差一点点给 122给炸没了 小海也是 快往全里游 快往全里游 在干嘛 嗯 嗯 小海后悔起了这个名字 现在仍如其名了 在海里 只有很小的一片地方可以活动 吃了一个街角 反目现在有点 不过也没事 我觉得 因为他那个船估计是宝子的 嗯 而且他这一侧 他应该 小海一丝血游进来了 112 112能不能进来 二哥 哎 二哥 盒子进来了 还在他们喘了口气 是 二哥 盒子进来了 就天梅 现在游泳这个距离 不仅 你看这三 这些河沙应该全没了 是的 太远了 哦 船果然是停在了东边 还有一波移动的 可能性 哎呦 这个船上那种晃晃悠悠能夹住 是的 他在这一侧登陆 还能抢个山坡 嗯 这个应该是我们 应该是我们 今年第一次这个圈吧 呃 联赛一共就两次 这是第二次 对 D还有希望 他在圈 不过 哇 这么多人在捕鱼 KRG CG 全在打 机会不大 其实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要选择 真的就是在这个大陆上面就换换 换换分别了 我觉得有队可能真想上去玩一下 天梅没了 天梅 全部搞没了 哎呦 慕斯里飞升下来把Ninja给补掉了 没给 哦 是是悟空啊 还是过来的 他是登陆了 嗯 但 这圈一会还是要北切的呀 二次 尽量拿分 多拿二分 而且已经拿到了七个 七分了呀 七个淘汰了 爱七的四分 那后续又拿了三分 可以了 就是这些登岛的队伍游戏体验 还真不一定有 FTY好 是 收购拖风 LCE 三兄弟 进圈是个问题 LTV的话 还可以继续往这个白边 系统已经不知道怎么判定了 就给个通信员吧 系统不知道怎么刷了 开摆 是的 也没有什么排水的说法了 感觉 排不干净 哦 哎呦 老橘是被 小岛上的SMS 悬字 给点倒了 进点E毛Pick 这个分数能不能拿到 好的 一分到账 许生感觉走不了了呀 这个过点太长了 他看看在这个位置 能不能埋住换几个分 换下XCG的分数 FTY确实好日子到头了 已经 这么久了 是 赚到了 前三个圈都一直有的玩 哎呦 这 这这这 这 选择又抽一个 哎 被许生打了这个头 有来有魂啊 现在大家出奇的移轮再来打 好 回来梦也开始捕鱼 对 先把想过来的人全部解决了 龙四根也跳来了 蛟龙入海了是吧 这一波能不能出来是个问题啊 猛特也跳 哎呦 好 应该看过的 判断过没有问题 千万别跳这石头上门 王沙也是 禁收眼底 有了呀 龙东拳 哎 龙东拳有点被压制了 一个人在这一侧压力的确挺大的 有点扛不住XXX的一个枪线 嗯 主要 风线本来不就不是满边嘛 而且有两个人是往另外一边去了 把中心还是放在了这个 这一 不给分了 不给分了 因为还是拿了 兽爷的一分 还可以吧 FTY 通过这把目前来到了单身金码的第三位 队伍还不一定有 他这样的收益 是的 好 那 预备了 就所有的 就是飞岛上队伍都已经被淘汰了 是的 哟 刚说完这还有一个 哦 这还有 对 对 哦 哇 这个圈 这副M还 来 那坏了 那坏了 龙飞 完了 这不是兄弟们也没帮帮看一下吗 我觉得这个 这是可以判断到的 我倒是觉得 这么强的火力压制 哎 但是你有 脚滑下来了 这 咱们没 哦 有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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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有的救 哦 但是 KRG是知道你有的位置的 是 KRG选择往前压 嗯 这两人没了呀 这三个人 这次速度起不来呀 全没了 全没了 就打一次 打司机 打司机 这个应该不叫司机 叫船长 船长 龙的那个位置 感觉不是很好 就我倒是可以尝试 男哥快跑 这个位置可以再 等一等 KRG没有往前压 也在看 KRG 真的很完美啊 他现在这个阵性 CTC等会要出来 也会被他压制 主要是小萱这个地方 小萱那个点 还是挺有调整的 对 好 选择之后也是不给分了 那 四打四打三 大家坐在同一个岛上 是 不得 风筝老师的采访权 来了 男哥这颗雷帅呀 哦 自己就看了大袭 今天被采访的就是我们 哎呀 这颗雷太伤 全行再加上之前报过信息 哎呦 有人掉下去了 又一个致敬刺客信条的 这就是 这是常在河边走啊 也不是很常在河边走啊 主要是 就是滑了 就是滑了 很伤 这个位置 刚才有 你有 哈哈哈哈 哎 这颗雷 木子里 CGG感觉拿下了呀 差不多了 很期待等会儿 Monkey Team怎么评价 CG这一局的选择 啊 出手 鱼人倒地 龙Z的位置也 暴露 有雷 而且很多雷 两个人 继续往上压 龙东拳也不太好动啊 这个位置 小萱直接往后退 这个点有点难排 是 王超这边点 哎呦 吓一跳 小萱这边 对方队友能降 哇 他反应很快 两边同时发力 王超超也掏了个屁股 只剩球队为一个人 虽然队倒了一个 但最后王超才是 那把最致命的枪 CGG在这局 看